你是我的玫瑰 你是我的花 你是我的爱人 你是我永远爱着的玫瑰花 不管风雨有多大 在新疆和田县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的咖啡厅里 学员艾三江买土肉资 为前来看望自己的妻子 穆依塞尔·埃克木唱起一首情歌 眼神中马是爱慕之情 近日中心社记者在探访和田县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时 见到了这对恩爱的夫妻 伴随着咖啡厅里的音乐 两人悄悄说起情话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表情 看着眼前温馨的场景 爱山江很后悔自己之前对妻子的漠视 由于受极端主义思想影响 爱山江对妻子的情况不闻不问 还会阻止妻子化妆出门 夫妻两人的关系也一度变得紧张 地道早一出门 然后 做的事情是 麻麻糊糊的 就那样的 然后 也 没那么关心她的以前 然后 我的 人生观 价值观 那样东西都没有了 来到何田县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后 爱山江学习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法律法规 更懂得了尊重和被尊重的意义 如今 加入音乐课堂的爱山江 常常用歌声表达自己对妻子的爱意 而妻子也因丈夫身上的转变而感到高兴 以前就是 我们之间有冲突 她也没有天眼迷运 就是 我一回家 她要么出门 要么玩手机 要么跟她的朋友聊天 然后 现在是 单独跟我坐在一起 给我唱歌的话 觉得 就是特别浪漫 就是我一切想要的夫妻生活 我特别满足 谈及未来的生活 爱山江有很多计划 除了开办一家生产和田特色食品的工厂 她还期待着 为妻子购买心仪的化妆品和衣服 带着全家人到海南三亚观光旅游 家里人也好好对待他们的 以前 以前做不上的事 给他们补充一下 然后 把儿子 好好学习 在 社会有用的一个人 不像我一样 妈妈做错的 与爱山江一样 之前感染了极端主义思想的 不和迪且阿卜杜拉 也曾抵制化妆 认为女性化妆是错误的行为 而现在不和迪且每天都会对着镜子梳妆打扮 把自己最美的一面展示出来 以前我看镜子时没有快乐的心情 没有 不会不相信自己 现在我打扮化妆时 看到妻子越来越漂亮 不和迪且的丈夫穆塔利弗 土地卖卖题也感到十分欣喜 在她眼里 学会化妆的妻子变得更加自信 综合素质也有了很大提升 如今 摆脱了极端主义思想的不和迪且 憧憬着与丈夫迎接全新的生活 夫妻二人相信 在彼此的相互支持下 未来的日子一定会过得很幸福 以后我们一定互相帮助过上好日子 如果我们有孩子的时候 我们好好教育孩子 好好学习上学读书 那个时候我们的孩子 一定要社会有用的人 我很希望那个日子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